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仗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 华东局派出一批部队干部前往敌战区 协助地方武装争夺重点战略目标的控制权 长官 请出示证件 方小姐 方正尉 请你把手拿开 你正在催我的时间和地点 做一件不该做的事 报告 请进 请 君座 请您签收 报告 请进 情报二处民数向君座报告 好 过来吧 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生意可好啊 小本生意 老板是收茶叶的吧 我是收药材的 陈匹药吗 有馋医吗 馋头 馋舌 馋肝 馋胆 都要吗 有馋酥吗 这是我们二十八军现在的方位 共军控制着华北华中 陕甘宁地区多数的乡村 而我们控制的是北方的小城镇 现在整个局面对我们很不利 我知道 是非常的糟糕 这整边七十四师被书役全部歼灭了 市长张宁浦可是委员长的得意门生 他把一个王牌室的全部装备都拱手让给了贡军 难怪贡军说我们是他们的运输队呢 放肆 是 你们情报二叔的工作就做得很好了吗 再说别人的时候 要看看自己的屁股是不是干净 军做训出的极事 属下网言了 国防部对我们二十八军的情报工作很不满意 贡军行动自如情报灵活 而我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所以今天找你来 就是要交给你一项绝密的任务 印述三四八计划 对 三四八是代号 此人是由国防部保密局直接派遣 受信于中美合作所 他的任务就是要瓦解贡军 控制淮河001号大坝的企图 欢迎你 桑毅周同志 真是太好了 原来你就是赫赫有名的高飞同志 华东季区 关于你的传说可真不少 那都是些传说嘛 你桑毅周同志的大名啊 我也很早就听说了 抗战时期那些日伟特务 一听到你的名字 就会吓得屁滚尿流的 桑毅周同志 这个是陵通地区的同行证 这是你的 调到苏与碗军区的调令 据国防部情报 共军为配合徐邦战士 已派出专门人员前往陵通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清楚 共军对001号大坝的具体企图 但对方的狼子野心不死 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是 陵通地区共军邮局队武装已有上千人 实力不容小事啊 三四八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弄清共军在001大坝的 具体军事计划 并瓦解其阴谋 所以 这项工作 就由你全权负责了 是 请军座放心 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 就是接近怀和001大坝 001大坝 那是军事要害啊 国民党极度重视 首罢部队是二十八军106团 团长韩正勋 在抗战期间就是个名将 此人是二十八军军长邱新史的 心腹哀将 在国民党军队里 十分有威望 身受官兵的哀胆 听说这个人城府很深 息怒难辨 是快极难砍的骨头 001号大坝历来是兵家必正之地 滔天之水 虎视着再次通过的龙海和京埔 两条铁路 军事重要性我就不用多说了 民国二十七年花园口破地绝坝 阻止日军的西寝 苏玉晚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汪洋一片 好了好了 委员长当年的决定 也是从战略上考虑的 公国让后人去评定吧 现在为了配合你情报二处的工作 我把方小田中尉调任你一处 是吗 你这个处长可要把他管好啊 是 君座 对了 咱们灵通特委呢 作战经验丰富 书记老孙足之多谋 我相信 他在人员和装备上 肯定会全力地帮助你的 我在特委报道之后 主要的工作还是去刘航县委 担任武装部长 正编那里的游击队 然后想办法接近和控制 灵灵要打吧 高飞同志 再帮我介绍一下 刘航县委的具体情况吧 刘航县委 我接触的不是很多 我听说他们的周县长 是个女同志 为人呢很果敢 书记老柳心思证明 办事认真 我相信 他们会全力地 配合你工作的 太好了 高飞同志 回到军区见到首长之后 谢他们汇报 我三亿周一切顺利 请他们不用担心 我会很快地完成他们 交给我的任务 好 那咱们就后后有期 后后有期 这样 这个自行车啊 我送给你 骑上它 能稍微快一点 好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高飞同志 等到全国解放的时候 我一定亲自给你做一顿 还阳宴席 答谢你 你会做还阳菜 那当然了 家传吧 如果不是战争 我现在肯定在某个酒楼 正在做大厨呢 好 一言为定 我可等着你的还阳菜了啊 一言为定 都保重 都保重 桑义周和高飞挥手而别 开始了他在灵通地区的敌后工作 数年后 两人的再次见面 又成为桑义周命运的下一个转折 军区派来桑义周从这到了吗 还没到呢 应该到了 应该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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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打劫的 你给我一条财路 我就给你一条生路 兄弟 我是做小本生意的 小本生意 大哥 兄弟挺上道的 歇歇了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 这再不到 特别就该转移了 马匹叔 我怎么又转移啊 孙书记当心丧义州同志 在路上出事 特委的同志呢 只能等到明天中午了 你要注意保密啊 是 应该到了 等等 把车留下 人可以走 那我怎么敢路啊 那我不管 如果我就是要走呢 那你得问他答不答应 隐晓 这个年头做事情 千万别多太绝了 少废话 你得更新的 别动 兄弟 慢慢慢慢 兄弟 那里到上了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你 共产党 老大 怎么办 告诉他们 把刀给我放下 快 我放下啊 我放下 好 他们井水不犯河水 我的子弹不照眼睛 大哥 快 把这负金 把东西还给人家 刚才都有冒犯 请多多报函 我们不是什么贵军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是 我送你一句话 对老百姓下手 不算什么英雄好汉 大哥 我们也是生火所迫 实在没有办法 大哥慢走啊 这也给你 抓个纪念 陆裕土匪 只不过是桑毅州 在灵通遇到的 第一个小麻烦 而他向草上飞 抛出的这枚银元 却将在不远的将来 为他化解更大的危机 孙世纪 那你们就等了 桑毅州同志 可算把你判来了 来 坐坐坐 好 你要再晚来一天哪 我们就转移了 现在啊 比我斗争很激烈 灵通特委啊 准备随时转移 要不是高飞同志 给我这辆自行车 到现在我还在路上呢 路上的观看 实在是太多了 是啊 我们把你来的情况 通报给了柳航县委 他们正等着呢 太好了 孙书记 听说桑毅州同志来了 我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桑毅州同志 这位是特委的马秘书 桑毅州同志您好 马秘书您好 欢迎金旗首长 到我们这儿来指导工作 我不是什么首长 我以后的工作 还要靠你们多的帮助呢 要不我给你们去准备饭 你吃完饭再走 我不吃了 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饭还是要吃的嘛 孙书记 真没时间吃饭了 我爸他们等得太着急 我得抓紧时间赶路 你说得对 这是特委给柳航县委的 你的派遣谢函 你看你 饭也没吃 见着柳政委一定给我带好 好 路上一定小心啊 好的 三亿州同志 这饭都准备好了 你吃饭呢 走吧 三亿州同志着急赶路 是啊 实在没时间了 我得先走了 再见 好 路上一定小心啊 出路 好 准备怎么样了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朱总 准备好了 好 料他们也插池难飞 你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你去到处了 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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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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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业州啊 丧业州他不在 什么 他提前走了 你这个窗户 你怎么不早报告 来不及了 沈家达队长 有 你赶紧带人去拦截丧业州 我告诉你 如果三四八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我拿你十分 是 快去 走 这 快 跟我来 快 走 子弹架系好了 子弹别吊出来 听见了吗 站稿的时候灵魂着点 眼多看着点 站住 干什么呢 我是灵通来的 来干什么 收药材 陈平你要吗 有缠衣吗 缠头缠舌 缠干缠打你都要吗 有缠酥吗 三一周同志 对 我是三一周 对 太好了 终于把你盼来了 周县长 柳书记都等着你呢 我带你进村 走 抓紧带人 站好岗了啊 周县长 柳书记都好吧 都挺好的 就等着你呢 走 周县长 柳书记 三一周同志来了 欢迎欢迎啊 这是我们柳书记 你好 叫我老柳就行 欢迎你啊 桑宇周同志 这是我们柳航县的新任县长 周春莹同志 你好 周县长 欢迎你的到来 您看 这是我的派遣寒 看你这思思文文的啊 没想到跟我一样的急性呢 前天呢我们就接到了 灵通特委的电报了 我们俩一听说你来 可高兴了 这回你来了好了 我们对柳航县的 敌后武装工作 就更有信心了 桑宇周同志 是苏玉婉军区的老革命啊 我是四零年参加的革命 那我跟老柳 三八年就开始打鬼子了 那你们更是老前辈 但这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也就是最近的事 说实在的啊 这打鬼子我不怕 可这领导工作啊 经验不足 心里没底啊 尤其是啊 这要整编地方武装 还要策反敌军 把我们俩的脑袋 都给搞炸了 桑宇周同志 我们都是大老粗 以后要多多帮助 相互学习 共同进步 好 一起努力啊 水生 你呀先打 桑宇周同志去吃饭 然后呢 再好好睡上一下 不不不 我不饿 先谈工作 先谈工作 以后有的是时间谈工作呢 桑宇周同志跟我来 赶快去吧 好 好好休息啊 好 这四零年参加革命呢 还保老资格 你没问他 什么时候入的党 肯定没有参加到 桑宇 你这个观点可不对啊 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 那还分什么先后啊 我怎么看他 也不像个军人 军人应该什么样 一个母子磕出来的 个小子ול 我骗给他 别不想 志愿 我骗给你 你看 来 老相 老相 我坚持住 坚持住 保护 老相 老相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人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怎么回事 这个人中带运过去了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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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你看 又给咱们派来人派来员 是吧 周县长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 周县长 我去查岗 走到村头 看起来一个人 我上去盘问 他掏出了这封信 什么都没说 就晕过去了 老王 快去叫卫生员 是 这怎么又来个丧义舟啊 同志 同志 这 这 这哪儿啊 我们是柳杭县委 是柳杭 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 我出发前 关民团包围了 令同刘大杰 还有孙书记 还有扩大会议的三线同志 都 都遇难了 什么 你 你说什么 同志 遇难了 遇难了 这 遇难 遇难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同志 我 我换进了他的私人的 故意 恐怕会再见 再见难逃 卫生员来了 来来来 赶快看看 同志 伤得很严重 赶快抬到卫生所去治疗 快点 快点 同志 来来来 慢点 这 这怎么来了两个丧衣粥啊 他还说特为被袭击了 这 老王 老王 马上把先来的那个丧衣粥看起来 是 你看这两个 老柳 马上跟特为联系一下 好的 二虎 老王 来 我 老王 好 好了 到 nature 我 怎么样了 联系部长 老周 问题严重了 如果特别被破坏的消息属实的话 我们这里可就危险了 是啊 这两个里边肯定有一个是假的 你说这特务 他都能摸到我们柳杭线维里来 这问题太严重了 如果特务被破坏了 茶叶那里肯定会有消息的 我现在就联系正常 让茶叶想尽办法查明真相 我现在就告诉老王 让他亲自到陈村去一趟 看看特务那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去看看先来的那个 好 谁 谁 谁 周先生 这怎么回事 你离开特委的时候 孙书记他们怎么样了 他们很好啊 孙书记还亲自送我到村口 怎么了 让 师兄 把门锁好 是 周先生 叫什么叫 同志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谁是你同志 过来 我去待着 此刻的桑艺舟一头雾水 更不知一个早已为他设下的谜局 正在把他拽入深渊 阿柳 情况怎么样 茶叶来电 臣孙确实遭到袭击 包括孙暑期在内的所有特卫通知 军医被害 另外我们设在灵通的几个秘密联络里 也被敌人破坏了 这些畜生 我会杀了他们不可 周县长 论出界 老王统治回来了 周县长 老王 怎么样 我赶到陈村的时候 发现特卫 朱棣全被烧光了 我听老乡说 前天晚上来了军队 把特卫全包围了 围个水泄不通啊 到处火光冲天啊 枪声 喊声响成一片 遍地都是尸体一样 一个货这次都没有啊 你看见同志们尸体了吗 小心的老乡 都把他们埋了 我什么都没看见 周县长 我怀疑 特卫内部出了内截 周县长 柳书记 你们为什么要软禁我 我问你 你是什么地方人 你们怀疑我 回答我的问题 江苏严城 你是什么时候参军的 你的工作履历 一九四零年 我在苏比参加新四军 一九四三年 为了充实地方骨干力量 被调到江淮特尾 一九四六年初 被调到苏玉碗军区 一直到现在 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一九四二年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有了 当初我离开延城的时候 正好鬼子打进村 父母 兄弟 以及全村的人 都被鬼子杀害了 那好 先委屈你一下 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 等我们调查清楚以后再说 看好的 是 周县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柳书记 你给我老实点 我是一九四零年 在老家参加新四军 一九四三年 被调到江湖的特尾 一九四六年 又被调到苏玉碗军区 一直到现在 那你是哪一年入的党 我是一九四二年留的 我还记得那一天 很严热 我早早地起来 去找我的入党介绍号 好啊 你就先说到这儿了 陈生 你照顾他 是 老柳 你说怎么办呢 情况复杂 真假难辩 我觉得他们俩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倒是有 但是误差不大 先来的那个 说得头头是道 后来的这个 同样也对大如流 老周 我们要本着对党 对同志负责的态度 越在这个时候 越不能急躁 那好 咱们就来个当堂对质 周县长 刘书记 坐吧 坐吧 老柳 开始吧 好 桑毅珠 江苏严成人 一九四零年参加新四军 四二年入党 四三年调江淮特委 四六年 调苏一碗军区 桑毅珠 到 到 你是谁 我是桑毅珠 你是谁 我也是桑毅珠 周县长 这是怎么回事 刘书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下来了两个桑毅珠 一下来了两个桑毅珠 我们现在分不清楚谁是真 谁是假 所以请你们两个来当堂对质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周县长 他如果是桑毅珠的话 那一定是冒充我的 你这是贼喊捉贼 周县长 如果他说他是桑毅珠 我想跟他当面对质 刘书记 我也想跟他当面对质 周县长 林同特委的一些人 您都熟悉哪一位 孙淑姐 刘大姐 马秘书 警卫袁小吴 狄工部长方志可 群工部长曹慧清 你说你是桑毅珠 那好 你一定是从林同特委过来的 那你们就详细介绍一下 这些人的情况 为什么要我先说 这些情况你都了解了 好 为了证明我是真的 好 我先说 孙书记 应该是江西横丰人 四十二岁 刘大姐呢 她是聚荣县人 今年三十六岁 他们是四三年结婚的 马秘书 浙江宁波人 应该是四十四岁左右 还有就是警卫袁小吴 那是个孩子 林同本地人 应该是二十岁 还有就是方志和 他应该是三十一岁 还有你刚才说的是 曹慧清 对 曹慧清同志 他是江西人 他今年是四十三岁 上个月他刚刚过完生日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记忆力 但是可惜啊 正是因为你太职业化 反而暴露了你 周县长 刘书记 你们应该知道 我是第一次来林同 我在林同特委 只待了几分钟 实际上周县长所说的那些人 我根本是一无所知 但是他不同 他一定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国民党特务 一定是在来之前 把所有林同特委 甚至是柳豪县委的所有的人事资料 被他管瓜烂熟 周县长 柳书记 我沉重地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我们的内部一定有间隙 一定是他出卖了我们的人事资料 你对他说的有什么看法 我对他根本就没有看法 因为这些都是军区的同志 给我介绍的人事资料 林同只不过是我来柳航县委的 一个中转站 军区怎么可能知道他们的情况 而且军区怎么可能知道 孙书记什么时候结婚 怎么可能知道曹慧清 什么时候过生日 你们各执一词 有什么凭证呢 你想要什么样的证据 这些都是同志们口头传达的 我有证据 好 你说 周县长 柳书记 是真是假 其实特别容易判断 我在林同特委见过孙书记 只要能够找到他 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 这就是你的证据吗 周县长 这更能说明他就是一个特务 因为他们已经袭击了 林同特委 袭击以后呢 他就冒充我混进柳航县委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我 张义舟没有死 林同特委被人袭击了 那孙书记他们呢 你明知故味 我再向你们提一个问题 林同的老乡 有认识你们的吗 刘书记 我 刚刚到林同街区 这你是知道的 周县长 我这组织上派来的 我的身份是保密的 我在新四军二师 侦察连当过战士 我的连长叫陈东 我的指导员叫向运辉 如果你们能联系到华野 一切将会真相大白 老柳 能联系到华野吗 不能 你真是太厉害了 你准备得非常充分 丝毫不差 对 他说得对 只要是陈东和相应会 能够找到 一切都明白了 你准备得更充分 但是我告诉你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周县长 由此我可以断定 我们的内部一定有 暗藏的敌人 否则他不可能知道 这么详细 你说 谁是暗藏的敌人 周县长 如果让他说的话 那个暗藏的敌人 一定是我 来 把他们都给我困进来 是 周县长 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人 否则 后果不堪许想 周县长 有数点 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人 他是个错误 如果相信他的话 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我是丧一周 我是丧一周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给我住嘴 事情查清楚以后 再做决定 拉出去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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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他娘的见了鬼了 这判来判去的 怎么判来两个丧一周啊 我看先来那是假的 他对林通特委的情况 一点都不熟悉啊 难说呀 有些情况 并非是人人都知道的 你就拿我来说 你知道我是哪年 参加革命的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谁 说不出来吧 那我就因死而怀疑你老王吧 说句实在话 有时候知道的越多 反而越让人起疑心啊 那照你的意思 先来的那个是真的 后来的那个 是苦肉计 苦肉计 你以为它是黄盖吗 我咽了它的伤口 骨头都露出来了 现在下结论 还有点太早 刘书记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老王 你再去一趟陈村 看看有没有幸存的 乡亲和同志 如果有 马上把他们带来 好 你如果在陈村看不到人 你就到林通城里边 咱们的联络点去 看看那儿有什么情况 我这就去 出座 谁让你进来了 报告 怎么了 出座 捡报了 国军清剿行动 取得赫赫战果 中共灵动特委 被一网打尽 仅慎贯匪桑一周 一人负上逃脱 现悬赏一千五百元 予以通缉 给 好一个富商在逃啊 都是出座运筹帷幄 绝胜千里 那新马的呢 他在经过柳家冲的时候 被我们的徐六队抓了起来 关了一天 后来他们报告了我 我赶紧命令他们放人 这帮蠢货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出座 我看干脆 像干陈村一样 把柳杭县一无端算了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候 柳杭是三县当中实力最强的 他们有一支化整为林的 两百多人的县大队 还有一个庞大的地下王 你要是把他们端了 这地下王怎么办 县大队又怎么办 三四八一直没有消息 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国防部保密局派遣的角色 可没那么娇气 这样 你带一支针基队给我搜查 全城的医院 一定要做得跟真的一样 我要让全城都知道 我现在在抓捕 受伤的共匪桑义州 是 接下来就要看这个马秘书的了 我估计他应该快到那边了 只要他一到 咱们的计划就十那就稳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